小黑落后三分,小黑领先小孩三分啊,这么大的几分优势。 看来小黑今天晚上要晋级决赛了,几率已经是接近了七成了。 我们觉得这把小黑能赢打个小黑,觉得小孩能赢打个小孩。 小孩还是选择了酷之火舞做手吧,八神男手底,曾克里斯坐中间了。 小黑对于小孩,他们两个其实对于对手的套路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就得看林郑的这种博弈,心理层面的一种博弈了。 连招都会啊,大家都会连招的,拼的就是心理层面的一种博弈了。 。 今天晚上冠军一万五,亚军六千。 亚军六千,一个第一分,奖励差距是全输的。 小八已经解决了对方的麻神。 龙烟五这里被小黑猜到了,再抓天地板。 大师兄回家。 又是个中跳的重水,劫对方的跳。 不知后体力不知,被对方放倒。 小黑猜,咱们把赞点起来,好吧。 咱们把赞点到千点到一万赞,可以吗? 看直播,咱们手别停,可以吗? 大家动动你们的发胎的教授,点点赞。 现在对局来对小孩的曾克里斯,对战小黑的大门武郎。 这一个暗黑大门武郎命中。 小黑大门还有机会。 打成。 李神现在变成4比7。 刚才是想前冲却反他。 好的,这套力回打法。 给了擦盒了。 小黑被小孩一个擦盒干,打法干掉。 双方来到曾克里斯的单挑赛。 给你反地。 这里就不要怂了。 下落下方勇者胜。 不要再推了。 太保守了,只能说, 比分差距会越来越大。 。 4个小孩。 封面。 5个小孩。 5个小孩。 运动? 104个小孩。 5个小孩。 年的头发。 8个小孩。 7个小孩。 1个小孩。 9个小孩。 小黑作为古北的天皇的第一高手,有巴的第一高手,那磁力真的不能找去啊 曾克里斯被八神中头梦战,确认一个八字的女 还有机会吗小黑,还有机会的 对于高手而言,背后一层的血也是有机会存在的 好吧,这个机会被小孩把握住了,几分变成了5比7 大家给小孩点个赞,可以吗?觉得小孩不错的话,给他刷个赞 给他刷个赞 比赛规则是抢10的,抢10的,看着是不是很纠结 是不是很纠结,欢迎我们也有我不有天,死于有机会 只要干掉了大门五郎就是胜利,小黑是湖北的,是湖北的 好久没看到红农哥了,我每天都也不会啊,只是说没有推荐啊 没有推荐,所以说你们刷是刷不到我的 每天晚上你们就直接搜索红农哥这三个字就行了,不要等他推荐了,因为通常来讲,大部分人是收不到推荐的 大家卡个牌子啊,加入咱们的水分 我都是放大镜受苦的,因为被限流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场对决,来对小孩对战,小黑的对决,左边是小孩的五分,右边是小黑的七分 加油 今天晚上的是酒吧总决赛了,年度总决赛,2021年度的总决赛 谁赢了本场比赛,冠军谁就是全皇98,2021年度最强的那个人 2022年度的比赛啊,后续会继续展开,2022年的年度比赛会继续进行 关注了还用找,关注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关注了,加了团了他们也一样刷不到我 冠军是16000,15000,15000 亚军6000,屏幕下方都写着呢,屏幕下方写着呢 华为禰赛,前面游戏。 竟然从不及闪战的速度的时候,差点不及决,鞋难 clients 都为了,这个怀の点目的是尽力的实补对决赛 所以说能够拿下大门五郎成为了小孩今天晚上举胜小黑的关键 你们觉得呢 大家觉得小孩打小黑最难打的是谁啊 是他的大门呢 还是他的八神 还是他的甄克里斯 杀等不用神乐 他用神乐不好打小黑啊 如果用神乐好打他早就上神乐了 对对 你能想得到小孩他难道想不到吗 他为什么不用神乐签合呀 就是因为用神乐签合还不容易用这三个人呢 如果用神乐签合打小黑容易的话 他早就上神乐了 何必遭这个队啊 我相信带住了没有一个人 对吧 能比他自己更懂他自己吧 点赞是要换光骂魔的 点赞咱们发红包啊 小伙伴 这里终于是站起来了吗 给小孩刷一波段 真的是不容易啊 拿到了第六分了 双方的差距只差一分了 给他刷个赞吧 不容易啊 压力好大 好难啊 每次总是卡在大门五郎这个节点上 能够过了大门五郎这个节点 那么就有机会 6比7了 从4比7 对到了6比7 小黑作为狐北第一 面对是广东第一 狐北的朋友有没有 狐北朋友刷一个9啊 广东朋友刷个6 如果说你不是狐北 也不是广东的刷个6 9 今天晚上 第一轮比赛 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这是一场冠军资格战 胜者晋级决赛 败者去争夺第三名 冠军是一万五啊 第三名是三天的 一万五跟三天差了多少倍 你们自己算 看我们差了多少 一万五跟三天 差了多少啊 其实这种势军力的对决才好看呢 相当打得相当焦主 双方都不敢轻易地用这种大破绽的招式 大破绽的打法 只能靠这种力回 拼基本功的打法了 来 大猫狼现在抢前发尽以后 脚上跳飞下飞 打点有点低 就是用这个轻腿打破核 一个插核 你看没有 后条中飞 碰一下就跑啊 前中下飞三发圈 超飞忍风 大猫狼血量已经变成最后的一哥 下腿带损 是你小的 两个人 带火的叫超飞忍风 不带火呢 叫被杀忍风 二哥来了能打他俩多 二哥你说何持啊 合持看状态 大几率是不行的 打九千应该说问题不大 手上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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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小孩把比分追平了 给他刷个赞兄弟们 不容易啊 拿到了7分了 7比7 打了个一条三 小孩用这个一条三来洗发自己前面的郁闷 连胜三币 连胜三币 一二盖六朋友 2 1 2 3 4 4 5 4 2 1 1 2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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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4 今天晚上队局来自小孩对战小黑,双方推平了,小黑的手法八神又被小孩离回住了吗,这里八神又被一脚踹飞了 大使兄王尔街吧,你看好谁啊,大使兄,小孩还是小黑 欢迎大家回家,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这场队局,冠军一万五千块,亚军六千块 有点难度,这实话,谁都有机会,现在是小黑大门五郎,又被后挑中谁,前冲 打成,二只牛肉,这个你还记得呢 欢迎随风飘逝 欢迎水灵鸟,好多水,好久没来了,兄弟,欢迎兄弟回家,欢迎好多水 很早快点了,果然是啊,老朋友,现在大门五郎只要但凡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拿掉小孩的剩下的一半的水量 看,越来越稳了,这里小孩也不敢轻易跳,因为大门的头上不太强了 而且,大门的后跳重腿,前跳重腿,也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解控手段 现在小黑着急了,小孩直接用下动拳 H olha paral arrangements 没有发现煞 PHP的人,这个真独 queries 改名了吗?好多水 认为或者说,舌陛 更便利 小四字眼,最佳一个打,最佳一个小猪龙,摘血之眼,那现在小黑血量是遥遥领先 邓克里斯对战邓克里斯,那拼的是什么呢,拼的就是你的意志了,战斗意志 谁更稳定,连续划铲,没偷到,这里小孩发几球,对方再一次要接一个戒 血量对小孩来说非常的不利,对方再来一个CD,他就没了 鼓的发几球,他也明白,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在消失,双方开始用头剂来打对方 呦呦,碎了,还居然没死,高点,头剂,来不及了 对方回血能回到半血,小孩这里用满血发神来对战对方 半血的真克里斯,对方比半血会多一点,六哥吧 半血战斗,回家 发神还是用自己的小技啊,轻腿轻血,来的是挑逼战斗,猛弹,把嘴里 这波输出,打不死也要他一丝,最后一口气,出过签制,飞滑磨血 固定一下,打到了一个8比7,越来越精彩了 那么谁能笑到对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